六年前卓西乡公所大力推广下雪蜜雪芒果 今年下雪芒果大丰收 乡长吕碧贤表示 其实两年前已经长出果实 不过乡内都是第一次种植 所以产量不是很好 经过福岛调整之后 今年果然长得肥美 吃起来也很香甜 吕碧贤表示 未来将会持续推广下雪以及蜜雪芒果 打开卓西乡芒果精品的知名度 鲜艳的黄色 味道香甜美味 这是卓西乡特有的下雪芒果 已经补倒六年之久 终于在今年下雪蜜雪收成 吕碧贤表示 卓西乡是采用自然友善工作 不使用催熟剂 让芒果在果树上自然熟成 味道更加的香甜可口 那现在我们六年来 今年是第一次的盛产 因为我们前两年 也都陆陆续续都会有开发 也有结果 但是不是很漂亮 都很小利 那今年有一点进步 所以外面会传说 好像自销 其实我们主席乡的量还没有那么大 那明年的话我相信会量产 所以我们也就 这个乡公所跟 这个产销班 也都密切的来帮忙 一定要把栽培技术先改良 明年出产的 明年出产的都是最A级的 优质的 疫情四月台湾今年芒果外销订单大受影响 这乡所种植的下雪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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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地开发水利电厂的 市丰电力公司采购650箱 抛砖引玉 协助偏乡小农渡过难关 而且我们现在市丰电力公司呢 它也愿意做敦青 牧林的一个工作 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所以它就是要帮我们来行销 我们卓西乡的下芒跟蜜蜜蜜 公司表示花莲气候不像屏东四季如下 卓西芒果有过冬 风味更加的特殊 更说未来将持续推广下雪蜜蜜蜜蜜蜜蜜 打开卓西芒果精品的知名度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